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预料即将落入塔利班之手 局势恶化让外界对于阿富汗的前景感到忧心 引发了人们尝试了解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来龙去脉 塔利班是以普什图族人为主的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 1996年到2001年统治阿富汗 直到美国挥视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才遭推翻 但20年来 塔利班沿着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重新集结 对抗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府 塔利班是1990年代初期 由当初反抗苏联入侵的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组成 这些游击队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 巴基斯坦情报局秘密扶植 成员多为在巴基斯坦神学院求学的普什图部落青年 塔利班一词就是普什图语的学士 苏联撤走之初 阿富汗国内不同派系的游击队混战造成动荡 搭着重建稳定与法治旗号的塔利班 逐渐受到阿富汗民众欢迎 1994年11月 塔利班进入南部大城坎大哈 让犯罪猖獗的当地重获稳定 之后于1996年9月进入喀布尔 宣布推翻塔吉克族总统拉巴尼政府 阿富汗成为伊斯兰公国 有报告指出 塔利班武装人员目前约5.5万到8.5万人 处于20年来兵力最鼎盛时期 但仍然不及阿富汗政府军的30万人 至于塔利班领导层外电报道 年约60岁的阿宏扎达被称为中式领袖 是一名伊斯兰教法学者 对塔利班的政治宗教和军事事务拥有最终权利 2016年 阿宏扎达接替死于美军无人机空袭的曼苏尔 正式接任塔利班最高领导人一职 而被外界视为塔利班管家的哈卡尼 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 具体行踪不明 他主管的塔利班下属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 负责监督塔利班的金融和军事资产 有专家认为 是哈卡尼家族将自杀式炸弹袭击手法引入阿富汗 比起阿宏扎达及哈卡尼多年来未曾公开露面 塔利班共同创始人 驻多哈政治办公室主任巴拉达尔 是目前台面上领导人 分析指出 作为宗教学者 阿宏扎达及其副手组成的领导团队 可以最大程度把塔利班内部不同种族 部落和部族联合在一起 因此是塔利班领导层的最佳人选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